你们听一听周围都是什么动静 我们这块已经连续下了三十天的雨了 现在好不容易晴了 我现在出去需要给牛割点芦苇 全是青蛙的叫声 各个地方全涨水了 看看我们还能不能割到芦苇了 走 这是我昨天赶芦苇的地方 看看那片空地们 昨天赶的 看看今天水已经涨了多少 穿靴的不穿靴不好吃 那块已经干不了了 水太深了 它这芦苇真不错 那块水应该得摸个膝盖 昨天还没有呢 今天这么多了 我父亲负责蛤 我负责扛 因为从这到目的地得有一百多米 所以说我负责扛 它负责蛤 必须得穿靴了 不穿靴了干不了 旁边的草还真不错 看着吗 这芦苇都接近两米高的 但是就是这两天一直下雨 水太多了 嘎有点费劲 2.0属是不容易吗 朋友们 给大家收集 看这声 这有上万只的青蛙 一直在叫 如果离着周边近的话 你晚上的叫都睡不着 嘎上在啥了 多了不说 少了不漏 扛就完了 需要扛六扛 一回得需要走二百米 然后能够牛吃两顿 才干透 走你 再一会儿擀这些了 这是一个电动池 储司挺累呀 朋友们 但还好 给我裤子都干死了 但还没擀完呢 还得需要很多 给我裤子 全盖挂死挂死的 还有路上全是水 夜里都潮了 再多嘎点吧 我父亲在里也嘎了 然后我就负着扛 因为这天气还在阴天 是不是什么时候还下 还有三天的雨 没下完呢 所以说多储备点 继续干 按着汉 交流坛 终于干完了 喂牛了 看到这了朋友们 给老店来个免费的送金 感谢支持啊 太满了